果迷好啊 今天又是試好東西的時候 今天又試泰國芒 當然不是 這款你不要見他青BB 以為我又介紹這個皇帝芒 不是 這個差一個字 叫做王族芒 來自馬來西亞 而且也是非常罕有 為什麼說這麼罕有 因為種植是一個難度 它需要一些高溫的地方 溫度高夠熱 但是呢 土壤又要夠疏氣 叫什麼疏水 排水好的地方 才種植得到的 所以全馬來西亞 只有玻璃士可以種植 這個王族芒 還有它每年只有一個多月的季節 就是total可能只有兩個月 但斬頭斬尾應該只有一個多月 那麼 是要給國芒一試 它很有趣 整個好像我們那些腰芒 它有什麼特別呢 它回到來是有點硬 青BB 它呢 看到一個彎位 這裡彎位有香味 就可以吃了 很簡單 現在馬上試一下 你看看 頭已經有出唐膠了 非常之正 哇 切下去 感覺 很正 我切尾了 應該 哇 你看到它已經有唐心了 這樣看是否好一點 你看到它已經有唐心了 那我就一試了 聽聞 聽聞馬來西亞人 吃黃族芒 都未必吃得到 有幸我們 介紹給果蜜 好 嘗嘗 嘗 多棒 嘗嘗 嘗嘗 嗯 嗯 好可愛 啊 這個有什麼味 好 它的香味好可愛 絕對不是女送芒 蘋果芒 愛民芒 一堆的香味來的 它的香味好可愛 你看 你看 吃到邊邊了 已經 好正啊 嗯 現在呢 剛才聞到這個有一點點香味 但是呢 芒果還是有一點點硬 我覺得 如果軟身多一點 就更加好吃 因為我吃到邊邊 這裡就有一點點硬 但是也是甜的 也是甜的 我都閉上眼 好像在吃芒果混 土的味道 很可愛 嘗嘗 嘗嘗 我沒吃過的 今年呢 那我馬來西亞的朋友就說 那丁小姐 你買不買 你今年買不買黃族芒 那我 我黃族芒沒試過 他說不是啦 你試過啦 那我沒試過 他說幾年前 你來馬來西亞的時候 就給你試 你說好好吃 好好吃 然後我說 是嗎 有這樣的事嗎 已經老人痴癌了 今年 因為每年可能 每年水土不同 每年的 溫差氣候都不同 早兩年 差一點點的味道 他說今年好漂亮 今年你要賣 我說好 那就試一下 真的幾年了 幾年 再重遇這個黃族芒 軟一點 我覺得就可以用慈恩筆吃 好吃 記住啊 大家 他這個紅 吃 雷素芒 蘋果芒 太陽芒 太陽芝芝 還有什麼 水仙芒 貴妃芒 是完全不同味 是很獨特的 芒果的香氣 那大家如果芒果控的朋友 真的要試一下這個 馬來西亞 黃族芒 多謝